第154集 因为第二天白天没事干 所以我舒舒服服的睡了一个懒觉 起床的挺晚的 后来童谣叫我 说他想去外面的树林去玩 让我陪他 反正也闲得没事干 我就匆忙洗漱跟他去了 村子的西边 就是北极村的景区 里面也是有着大片林子的 可他却偏偏不去 说是要去景区外的野生林里 我说这大冷天的还是别跑那么远了 他说步行飞得去 没办法 那我就同意了 跟他一起去了很远的树林里 但是一进入林子中 童谣就变得古怪了起来 开始围着那一棵树乱转 没有会儿 他脸上就露出兴奋神色 居然当着我的面就开始解裤子 我顿时明白了 他这是要小便 本想开口拦住他 但一想还是算了 赶紧就转过身 几分钟之后 他就过来拍拍我 说好了 然后说他饿了 要去找吃的 说着就往林子深处走 我赶紧拉住了他 问了句 你是谁 这下他才一愣 然后赶紧笑着说 那你玩呢 走吧 回去吃饭 说着就拉起我的手 往宾馆方向走 这下我更是迷惑不解了 回去之后 趁着童谣不在的时候 我就悄悄走到 马九爷旁边 把心里这疑惑呀 告诉了他 他听后脸色一变 但看起来并不严重 随后他就哭笑不得的 把我拉到一边 说 你小子 桃花韵鸟来了 我有点不明白 就问为什么 你昨天 不知告诉我 你救个狐狸吗 如果猜得没错的话 那是个年轻的母狐狸 你救了他 他要以身相许了 童谣的体内 估计就有那玩意儿在作怪呢 你那意思是 那狐狸 附身到童谣体内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是又怕又喜 怕的是童谣会出事 喜的是 自打那狐狸附身 童谣对我这态度啊 那是彻底转了一个弯 让我挺舒坦的 是的 但是按现在情况时 附身了 不过 你也别担心 他是不会害你的 也不会 对童谣本身产生什么威胁 只要 是你要做的 就是帮狐狸化身成人 那样 也算是他修成正果了 马九爷说完 就笑了 化身成人 那 之前那个尸体呢 不是他的真身吗 当然不是 他可能是出来有什么事 俯身到那尸体里的 谁知刚变了回狐狸 又碰到了你 记得以前 听老前辈说过 有一种母狐狸 动了情之后就要死 如果不马上附身到其他人身上 魂都没了 既然这个狐狸 已经爱上了你 你就担负责任 帮他修成正果吧 相信我的话 他一旦修成正果 你那幸福日子 就要来临咯 马九爷说完 我这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那如果狐狸精真的控制了童谣的身体 那我岂不是每天跟一个陌生人才说话了 那 我咋帮他化身成人呢 我问 这个 我也不大清楚 时间问题 慢慢等吧 不过有了他在 应该也可以保护你 少受一些危害 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现在担心的 是 等他修成正果那天 你怎么处理好 他和童谣的关系 马九爷说完 笑着 走开了 啊 啊 吼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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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